你恨什么恨 一直恨干嘛 听到我说话了 我听得到 你干嘛呢 我才有完永回来 你健身去吧 没我这几天 怎么样 像哥哥了吗 没有我这几天怎么样 没怎么样 这家过得怎么样 你在干嘛 我现在在外面坐着 对啊 我跟你说这边还蛮好玩的 比如说那边零音道 就是买衣服特别多 跟你一起去看呢 对啊 对啊 你昨晚不说我去韩国 你要给我买衣服吗 叫声哥哥我就给你买 什么鬼 你昨天说好了 叫声哥哥我绝对帮你买 有兵啊 叫一声 叫一声我就给你买衬衫 哈哈哈 我为了一件衣服 不想出卖自己啊 哎呀 这一件衣服嘛 对不对 就叫一声都发自 神经病 怎么现在想我了吗 还给我发语音过来 哎呀就是没有人跟我一起 雪拼啊 很可惜哎 哈哈哈 韩国真的特别还蛮适合购物的 对然后看到有些东西还蛮适合的 就比如说这边的那个卫衣特别多 对啊 所以让你帮我买啊 对啊 所以让你帮我买啊 哈哈哈哈 因为到我房间看看 到你房间去看看 我看了空荡的房间 我心晒 什么 为什么 什么 你再把刚刚那个词 重复一遍 为什么 我听到了好吗 心灾好吗 你听到了你还问我 对啊 有毒吧 想我了没 那超想你太想你快回来吧 哈哈哈 这个 这个要 真诚 你要真诚 很真诚啊 我现在 泪眼婆娑的 我才是好吗 我那时候在台湾 就 出去习惯了 你知道吗 一下子 没适应得了 我的天 哈哈哈 没有我是不是感觉很不习惯 我觉得 你要来的话 我们去那个 明洞啊 还有那个 游乐园啊 还有那个 主要是林荫岛 特别适合你 和你气质也很像了 你等着 说不定我心心好 就来了 你把我摸开心的 我就来了 我跟你说 我不信 哈哈哈 你把我摸开心的 我就来了 呵 你就嘴上说 你又嘴上说 叫声哥哥 我就来 叫声哥哥 我就来韩国 你在这你在你在北京不要上课啊 要上课啊 对啊那怎么来韩国 跳课啊 哈哈哈 住我房间是吧 哈哈哈 对啊 你不那边有房间吗 就住你那儿 我们这儿就一张房间 嗯 又不是没睡过 怎么你还不休了吗 太羞屁了 你过来了 哈哈 来呗 来一起 对啊 你叫哥哥啊 你事情好就来了 互相伤害啊 咋呀 互相伤害啊 行哎 我你过来我就给你买衣服 好啊 好啊 看吧 啊 看吧 时间 时间那个 合适的话就来吧 我当真了好吗 我当真了 请你来好吗 哈哈哈 啊 你还没叫哥哥呢 你叫哥哥就来啊 咱互相伤害啊 不行 你得先叫我哥哥 哈哈哈 互相叫哥哥哥太好了 好了 你不怎么说啦 哈哈哈 你吃饭了吗 没呢 等会儿出去吃饭 行哎 家里吃东西反而也有 啊 你不再谁给我做啊 那边不是还有零食吗 多吃点 哈哈哈 然后然后记得你的时候胖吃 不会的 你不胖了吗 哈哈哈 我刚才别跟你赢 我就别在吃东西 我的天 你吃了零食是吧 对 好了好了 好 下得了啊 好吧 然后过几年我到 我到另一个地方 我语音给你们看一下 韩国这个羊这边的感觉 嗯 好 好拜拜了啊 好拜拜 叫哥哥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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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